菲律賓是 菲律賓是嚷嚷半天 國內那麼反對中國 那總統還得跑北京拍馬屁去 對不對 還得這麼幹 到那看討一討能討點什麼好處 哪怕你讓我們漁民是不是能讓我們在那補漁啊 回國可以吹了 對不對 所以說這些小國呢 小國政治有小 就是小國的外交啊 有小國的外交 它跟大國是不一樣的 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呢 習慣於大國外交了 習慣於大國 甚至你像宋朝那個都不是小國 它跟金國什麼寮國做點妥協 那這一片罵 那賣國賊賣國賊 對不對 所以說 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太習慣於這個大國外交 不考慮人家小國 作為小國的話 它有它的生存之道 跟咱們中國人的傳統的這種文化不太一樣 那最近這段時間啊 中國呢中國政府呢一直在說啊 現在一帶一路發展的特別好 因為呢現在GDP啊 在GDP當中呢 60%的這個GDP呢 來源的是這個 現在是叫所謂內需 其中呢一帶一路 他們把一帶一路化成內需部分 一帶一路呢 現在呢是在這個貢獻呢 是這60%當中的這個20% 現在都是一帶一路國家在那裡 大灑壁灑的 對啊 中國那麼多老百姓 還飯都吃不 現在連豬肉都沒得吃了 他那還大灑壁呢 那灑到這個程度了 我這我還真沒看見 你沒看見是吧 沒看見 對 就是咱們現在就講 這個都是國家統計局數字 我一般都有他們的數字 但是像這種情況呢 那您覺得這個一帶一路啊 這個本管是陸上還是海上呢 您覺得這個 這個成功的可能性大 這對中國來說 是個巨大的陷阱 你把錢扔到那裡頭去 那不是把錢扔到中國 修高速公路什麼 那還是在中國 你能控制對不對 你省長不聽話 把你呀撤了 那些國家說你呀 侵略我們國家 這個債我不還了 你怎麼著啊 拿那沒辦法 對 人家四百多億 補還了 在俄羅斯都已經出現這個情況了 給人家修了 修什麼呢 要修高鐵嘛 從莫斯科到喀山 然後從這兩頭修嘛 這頭往西邊就是 從通過哈薩克斯坦修到中國 人家俄羅斯馬上說了 你那個喀山的鐵路也修好了 快要通車了 或者現在可能已經通車了 然後人家說夠了 你甭往我這修了 但是人家不直接說 人家說 不能從哈薩克斯坦走 你得給我修到遠東去 修到佛拉迪瓦斯托克去 就海盛牌 海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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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送到那去 那中國當然不幹 你這一修改 錢也增加了 而且等於我給你修鐵路了 那中國當然不幹 就找個理由讓你拒絕 所以兩邊現在又談崩了 其他國家慢慢都會有類似的現象出現 甚至把人家逼急了 我巴基斯坦逼急了 我沒錢了 不還 我就是不還 鐵路也不讓你用了 完了 對不對 什麼一帶一路 所以這對中國整個國家 或者老百姓來說 這是一個巨大的陷阱 誰出的這種搜招呢 不知道 他們就是想解決那個產能過剩的問題 一開始 結果後來發現 這挺好 就是利用習近平這種浩大喜功 想當世界領袖 想當漢武帝 想當秦始皇這種心態 利用他這種心態 搞出這麼一個項目 這根本就是白人錢的項目 你說你一帶一路 你修到歐洲去 還給人家發達國家修 你吃飽了撐的 中國老百姓還那麼窮呢 對不對 大家都覺得很有意思 但是你給錢 你白給錢誰不要啊 你拿錢給我修鐵路 挺好 對不對 你給我建什麼基礎設施挺好 當然 本身有些事也引起了警惕 你比如說在希臘買港口 歐洲人就挺不高興了 但是又跑到冰島想買港口 那這回美國不幹了 川普乾脆 我乾脆連冰島整個買一來 所以當然這說的有點 但是川普這種人 他做生意有的時候 喜歡忽悠人嘛 但是不可能成功的事 但是這件事也表明 是美國很注意那了 你別想在那弄一軍事基地 這不是提不提 你別想在那弄一軍事基地 所以他這個好大喜功呢 習近平是好大喜功呢 恰恰是毀掉共產黨的一個 很強有力的一個工具 所以您剛剛談到了習近平 這個習近平 您原來也是剛剛我們介紹 也是中共原來的幹部子弟 您原來認識習近平嗎 您原來認識習近平 他是跟我第一次跑的 他是跟我第一次跑的 他跟我第一次熟 跟我不熟 像您覺得啊 習近平啊 在人家沒準後來長的過程當中 是越來越有能力 就是您看那個 您看那個 我沒有說 我這是說的好話 但是呢 像您覺得這個 人家聽起來像是怪話 沒有沒有沒有 我就是像您 我覺得你跟王岐山似的 你那不是捧他 你那是叫什麼高級黑 或者是低級紅 是是是 那個您覺得啊 就從您的角度啊 您對這些經驗的判斷 您感覺 習近平確實有沒有能力啊 處理好這個國內國外 這麼多的這個矛盾啊 這麼多的危機 您覺得他有這個能力嗎 咱們這麼講吧 他從小的家庭經歷 包括他自己這個歷程吧 年輕時候這個歷程 決定一個人將來的格局 他就是一種受人欺負 然後專門琢磨的陰謀詭計 他媽可能也沒少教他 本來以為嫁一大官 後來他媽弄一反打分子 所以在這方面陰謀詭計啊 這方面可能沒少教他這些 他玩這個那個權勢啊 鬥爭啊這些權謀啊 他很厲害 確實很厲害 我其實不是現在才觀察他 因為從小時候熟悉嘛 我們那邊來的那些發小過來 經常會提到他 他在福建的時候 我第一道福建還找過他呢 他派人帶走地 他們出去玩去 游去看看風景什麼的 然後呢 他以前呢 可以說發展的就是 他在權謀方面一直是很厲害的 所以你看他穩步的往上升 但是呢 在其他的方面 比如說治理地方 治理國家 他經濟啊什麼文化這些方面 他基本上是個就是 不能說白丁把至少也是弱智 他注意力不在這些方面 每個人的注意力決定了你 因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你在某一方面集中注意力 那你其他方式可能就不行 對不對 他就是這樣 他其他方式不行 他上來以後你看他治理 就是他上台這些人治理國家 怎麼治理他 還不如胡溫時代了 也不如江澤民時代 人家這兒 壞是壞 但是至少還做點實事 對共產黨有利的事 對不對 他上來做了什麼事 除了抓權 這是他的長項 劈爬啦劈爬啦劈爬 全都抓到手了 各部你們不聽我的話 我現在撤不了你 我成立一什麼小組 把你這個部的全給奪了 成立十幾個小組 真的各部等於閒置了 對不對 這方面他是很能耐 但是他學了很多毛澤東的手法 肯定也是 但是呢 治理國家他真的是個弱智 他絕對不行 所以別人忽悠他 也很容易忽悠 但是他有幫手啊 他那幫手說話 我這麼多年 我認識很多這個世界級的領袖人物 什麼總理啊 什麼總統認識不少 就直接打交道不少 我有一個觀察 我覺得有些人呢 上台以後還是很正常的 但是有些人 一上台就不是他的 飄飄然了 開始胡思亂想 胡說八道 什麼全來了 包括違法亂計 什麼什麼都有了 就是這個人 有的時候 這可能是動物性的一個特點 我經常這麼解釋啊 張偉他們以前聽我說過 你看那個猴子 一當了猴王以後 他那毛色都變了 最典型的是一種叫山肖的猴子 一種肺肺 中國的肺肺 山肖 那鬼臉 那是他當了王以後 那鬼臉就出來了 完全變了 就是人的內分泌 他真的當了這個最高領袖了 特別得意了以後 他的內分泌變化了以後 整個人就變了 陳水扁我觀察的就是這樣 他上台之前我倆就挺熟 他挺佩服我 還老問基於我 問這個應該怎麼的 那個應該怎麼的 我出了主意他還都接受 那個時候還很正常嘛 我還在誇獎 我說陳水扁行 是個頭腦很正常的人 他思考問題很快 下決心很快 糾正錯誤也很快 那時候很正常 可是你上台以後 你看到什麼樣 這大家都能看見 這是公開的了 所以我就發現 其實他上台那天 請我去台灣 我就對媒體說過 我說我看你們民進黨 沒直接說他了 我說看你們民進黨 現在意外的執政了 選贏了 你們就開始飄飄然了 我想等著看 什麼時候你們從天上 落到地上來 你們飄到天上 老落不了地了 陳水扁當了八年總統也沒落地 所以最後弄了一個很慘的下場 對 其實其他很多國家的一些領導人 我接觸以後 多多少少都有類似的問題 完全沒有這種問題的人 占少數 所以這 為什麼你看民主制度 要限制這些掌權的人的權利呢 這是非常有道理的 就是人一到那個地步 甚至不一定當總統 當一個國務卿 他就已經牛逼轟轟了 還不知道自己是老幾了 當然有些人更不如 還沒當什麼都沒當出來 就以為自己不得了 這種人也有 這種我們管的叫瘋子了 但是就是說 人畢竟還是一動物 在經常會脫離不了動物的規律 那麼習近平也是這種狀態 他一上去以後 他上去以前 過去我們很多發小 跟他也熟 跟我也熟的 還出來勸我 你得幫他一把 什麼這個那個 小習不容易啊什麼 他要改革 他要學蔣經國 說要開放黨金包金 我說打住 什麼時候他開放黨金包金 我就讚揚他 現在該怎麼罵怎麼罵 因為他是共產黨頭 咱們當然得罵嘛 對不對 那個時候 看上去他好像偽裝 或者說他偽裝還很好 但是他一上台以後 可以說他就變了 他這些朋友 現在全都遠離他了 他沒有真正的朋友 你看他周圍現在 全是一幫馬屁精 都是他甚至是 過去都不認識的人 他老朋友應該不少啊 都是北京的幹部子爹啊 這文革以後 北京幹部子爹 是一個很大的圈子 到現在還是很有權勢的一個圈子 這些人現在都在反對他 我這經常有國內的朋友來嘛 我都知道這種狀況 非常反對他 你像他 他像有這些朋友啊 就算反對他 他周圍的這些人 沒有一個人跟他說真話 然後呢他自己也看不到真話 他上他不上網 是吧 飄飄然的一個很重要的標誌 就是聽不進真話 你說就是有人 只能聽好聽話 所謂真話 這好聽話也也有真話 但是經常聽不進的就是 而且非常重要就是 逆耳之言他聽不進了 這個飄飄然 包括陳水扁也是德行 他上台以後 再跟我說話 那口氣都不一樣了 所以說 你觀察一個人挺有意思啊 前後的變化挺大 非常明顯 你要直接打交代 你觀察得非常明顯 他們黨內的人也是這麼反應 跟我的感覺是一樣的 習近平也是這樣 他上去以後 你看為什麼過去 髮小這個圈子 都跟他掰了 甚至公開反 前幾年公開挑戰他 反對他的人 都是他的髮小 什麼任志強啊 什麼馬曉莉啊 這都是他髮小 對不對 都是這些人 所以他就屬於這種 當著猴王臉就變了 當著猴王臉就變了 臉就變了以後 其實這個人呢 就影響到你整個的思考啊 什麼都受影響 他本來這治理國家 經濟啊什麼這些 他不是長項 你要是聰明人呢 你可以依靠其他的 其他的懂的人 來幫你做 對不對 找了半天 只找一個劉鶴 劉鶴就住我們家樓上 太熟悉了 從小就是唯唯諾諾的人 那麼他喜歡他 他又唯唯諾諾 他就算懂經濟 他說的話 你也未必就能真聽 你可能聽那幫馬屁精的 告訴你 咱們一帶一路 怎麼怎麼好 怎麼怎麼好 他就一帶一路了 咱們跟美國能打到底 他們不行 你只要不讓他們 不買這大豆 川普就下台 川普下台有什麼用啊 這簡直弱智的 所謂的智囊 都是弱智的智囊 但是他喜歡聽 他喜歡聽這個 他自己在自我膨脹 他能聽聽這些 你真跟他講 現在我覺得 劉鶴跟他看法都不一樣 但是劉鶴唯唯諾諾的人 他改變不了習近平 他也不會去跟習近平爭 那麼所以 習近平現在就是等於 誰害他 他聽誰的 這些人不一定是拍馬屁 想升官的 有些人可能就是 給你下班的 讓你摔跟頭 因為我小的時候 文革的時候有一個 二十幾年參加共產黨的 老地下黨 後來是國務院的 很高的官 之後來的左右手那樣的 他這麼秦城 蹲了好幾年出來以後 我去看他 到他們家看他的時候 老頭跟我說 就說你以後搞政治 我對政治沒行 他說你以後肯定會搞政治 我告訴你吧 搞政治很重要一條就是 第一 等待敵人犯錯誤 這是消極的 第二就是引導敵人犯錯誤 我覺得習近平的敵人 也在引導他犯錯誤 可怕 哎呀這些陰謀詭計的東西 中國古代這個太成熟了